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但是 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这一点 必须要去思考 或者要讲禅 禅就是一种智慧 一种冷静思考 而看到 真相的智慧 就像很多男人 他认为 结婚是快乐 结婚是快乐 但却有很多人能结婚以后 他发觉他不快乐 很多人没钱的时候 认为 有钱是快乐 等他赚了很多钱以后 他发觉怎么有钱 不是像以前 想的这么快乐 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女人 她从小很穷 但是她立志要做有钱人 她用什么方法呢 不择手段 所以 陪人家跳舞啊 干嘛 找有钱的男人 反正 他有了钱 他就可以环游世界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了 那经过十年以后 有一天 有一个朋友 在一个公园里面看到他 跟他以前的样子都不一样 穿得很朴素 带着几个孤儿 在公园里面玩 然后他那个朋友就问他说 你不是在追求要出国玩吗 怎么现在在公园里面 带着个孤儿 他说 他绕了一圈 终于找到自己了 每个人 大部分都是要往外追求 能够占有外面的世界 我能够有房子 车子 总裁 总经理 这就是我生命的成就感 后来他发觉这个叫 迷失自己 有一句话叫 这个世界离你最远的就是你的心 一直往外跑 离开自己了 自己会觉得越来越孤独 越来越寂寞 所以有一天 他去孤儿院照顾这些孤儿的时候 他发觉 他过得很实在 很快乐 所以 那个时候就开始冷静思考 这个叫离 离就是开悟了 找到自己了 所以我们佛教有一句话 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就是说 一般的人就这样看的 但是一个 开始懂得 佛教的道理的人 他们会放下 这个叫什么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观念改变了 但是这个还不是佛教的精髓 佛教的精神是什么 看山又是山 看水又是水 以前很爱钱 后来不爱钱 现在呢 更爱钱了 但是以前爱钱 是为了装饰自己 买房子买车子 现在你有了钱 我能够改孤儿院 我能够帮助小孩子 我能够救命 就像我们明良大法师一样 现在能够创报佛教的事业 盖寺庙等等 他本身不爱钱 但是呢 为了要利益别人 他希望能够有钱去帮助 动机不一样 所以我想 今天大家 他们定的题目叫 禅说管理 管理一般这两个字 叫管理别人 管理企业 但事实上在佛教里面 我们叫管理自己 你能够征服自己 才能够影响别人 我们叫进化自我 进化自我 所以 就像镜子一样 镜子本身越亮 越干净 它就越亮 你希望看清楚外面的世界 那你必须把你内心的镜子擦干净 但是因为 有一个有点重要 什么叫清镜 不是擦干净的意思 我这个镜子照到前面的花很漂亮 但是镜子不会想要把这个花拿进来 不然它就破掉了 就是说你看清楚怎么去用它 但不执着它 简单来讲 今天有很多赚钱的 搞企业的 我们是要赚钱 但不是要做钱的奴隶 如果你做钱的奴隶 那你赚越多钱越痛苦 使用金钱 我们是要谈感情 但是也不要做感情的奴隶 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以后 那叫情奴 三斤八斤也给他叫起来 你爱我吗 然后就睡着了 他没有这份感情 他很痛苦 那你如果这样来处理你的感情 那当然你会很痛苦 那有些人说 哎呀没结婚多好 事实上不是如此 佛教里面讲的馋 你可以好好的去谈你的感情 但是你要有智慧 如果你执着你就很痛苦 感情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这些就是 在佛教里面的智慧 我们要去思维的 再来每一个人 出生的环境不一样 外表不一样 能力不一样 也要去思考 这是为什么 爸爸妈妈把我生出来 哀哀的吗 爸爸妈妈把我生出来 胖胖的吗 为什么有些人 他家里一生出来就很有钱 做领导的儿子 有些人生出来家里就很穷 穷都没能理 老天啊不公平啊 但是这一点各位 所谓佛教的智慧禅就是你要去了解 人有过去现在未来 生命有轮回的 你现在所做的影响你明天 你这一次所做的会影响你来世 你过去世所做的会影响现在世 所以生命是一个过程 所以今天这杯水为什么变甜呢 因为之前加糖 为什么变咸呢 因为过去有加过盐巴 它有原因 条件而造成结果 所以每个人必须要去了解自己的因果 过去你是造什么因的 所以你现在得到这个果 我想释迦牟尼佛就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 叫禅的智慧 透过冷静分析而了解了一个真实的智慧 我们佛教叫般若 各位听过般若心境般若 这个般若就是一种真相的智慧 透过了解 所以各位看到很多佛像 坐在那边在思考 思考以后才去做 我为什么要结婚 我为什么要做事业 生命真正的快乐是什么 什么是快乐 什么是痛苦 要分析的很清楚 然后你才知道 你忙的目的是为什么 我想如果我们赚了赚了很多钱 却把我们的良心 却把我们的道德失去了 那就亏大了 所以佛教有一句话叫 慈悲才是财富 你必须从一个真正的爱 什么叫慈悲啊 你把每一个生命都当作你的父母来孝顺 那叫慈悲 所以佛教用大慈大悲 来代表这样子的感情 所以我想今天大家谈这个禅 在佛教里面应该叫什么 来念一下 人格发展 我们佛教的佛 佛是人之旁 一个没有痛苦烦恼的佛 这个人叫佛 像我们出家人 大部分都是法院要成佛的 那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佛 成为一个圆满的佛陀 这样我才有一个圆满的智慧 能力 悲心 去帮助别人 去利益国家社会 利益这个世界 因为如此 所以才要修行 什么叫修行 修正思想语言行为叫修行 本来会骂人 别人不会骂人 本来爱生气 现在修正的很温柔 这个叫修行 那如果你这样做 你自己就不会痛苦 还可以帮助别人 那我们讲人格发展 有三个方面圆满 你就可以成为佛陀 第一个 把我们的知识变成智慧 这个叫禅 第二个 把我们的感情 变成一种 无称恨的平等的大悲心 所以这个你要修行 第三个 把我们的意志 每个人都有一个坚强的意志 我要得到什么 变成一种愿 愿整个世界都离苦 愿生病的人都好起来 然后如果你愿成就了 叫大力 也叫大雄大力 所以我们去寺庙里面 就看到一个大雄宝殿 这个大雄宝殿 我想最主要的意义 是希望每个人找到 也要提升自己的人格 成为一个大雄 真正的能够去帮助别人 我们不能口是心灰 我创造这个产品 是为了帮助社会 内心想的是 新台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事实上 你借这个东西 来满足自己的知识 那就口是心灰了 如果你创造这个东西 是真实的 以客为主 真正的想要创造一个 好的产品 东西 来帮助这个社会 但是你自然就得到 那个利润 做一个比喻好了 一个开 开计程车载客的人 他每天都想说 我今天能够载客人 去约会 去读书 去医院 我觉得我好光荣 然后 就像有一个故事 有两个司机 有一个司机呢 有一天 他开车 要去海边 人家就要载下去海边 结果一直堵车 一直堵车 他就心情很好 一直唱歌 然后呢 终于开了两个状态 才在海边 那个客人就问他说 我以前坐别人的车 他就一直骂 堵车车 为什么你不会骂 我怎么好骂 钱是你出的 你来海边 看风景 还出钱 我还不用出钱 所以我觉得 很快乐 因为他的心态 不一样 所以他觉得 开车很快乐 另外一个 就很抱怨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动机 一个事情 会不会成功 就看你的动机 所以这个快乐的司机 开起车来 他永远就快乐 也因为快乐 所以他运气 就好起来了 所以我想 在这里面 我们如何去调整 有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赚了很多钱 他要盖三栋别墅 移动给他爸爸妈妈 移动给他岳父岳母 移动他们夫妻自己住 结果呢 他就想说 到底谁比较会改 找了三家大型的设计公司 看谁设计的最好 因为他后面还要设计 几十栋房子要卖的 看谁设计的最好 结果第一家设计公司 派来一个很好的建筑师 但是这个建筑师呢 哎呀 老板赚这么多钱 叫我建筑设计 才给我一点点钱 他虽然设计的不错 但是心情不好 还是把它设计好 那第二个人 他来设计的时候 就想了 哎呀 老板对我这么好 把这么重要 好 我来说 我来说